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图龙树 故事后,有一个公子叫朱福曼,整日游手好行 他的父亲很为他苦恼,并把他叫到跟前说 你应该学一技之长,将来也好立身处事 朱福曼说,要学就学那种天下无双的绝技 听说有一个叫知理义的人身怀沙龙的绝技 于是,朱福曼便不远万里地寻师学艺 他三年如一日,耗费了千金家产 跟随老师钻龙穴赴龙潭 终于有一天,师父对他说 师父引进门,修行在个人 技术我已传授给你,以后就要看你的了 不过,我要告诫你一句话 此季用来为民处害上课 要用它作为立身之本,就不太实际了 朱福曼此时感到有绝技栽身 心里万分激动,哪管这么多 告别了师父,愁愁满志的踏双归途 但是没想到,回到家乡 他的技艺却无人问津 盖世绝技没有用武之地 他只有感叹自己学无所用了 一种技术是否有价值 关键是要看它能否在实际中应用 切不可好高悟远 只学一些屠龙之术 这一种技术是否有所用,为公主有的 阿弥宁